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OK!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關於動物森友會的 兩人以上同機遊玩的狀況 其中有蠻多的問題 很多人有曾經問我過的 就像是兩個人一起玩同一個島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需要怎麼準備 需要怎麼啟動 甚至呢兩個人可不可以一起 飛出國去到別人的島裡去玩 或者是在一起玩的時候 讓別人飛到我們的島嶼來參觀 這些都會在今天的影片中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又親自操作了一下 希望說這樣子對大家可以有一點幫助啦 那我們馬上就進入影片來看一下今天的主題囉 OK 那麼我們馬上進到遊戲裡面來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創第二個Switch的帳號 其實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講過 我自己是有一個主要的帳號 就是羅卡這個主要帳號 它的Nintendo Account是售在日本的 另外我還有設了一個附帳號 那個附帳號呢可能就是會跑歐美的一些其他地區去購買遊戲 那這附帳號呢我也把它拿來創一個角色 需要用另外一個附帳號創角色喔 取名字拉然後還有生日等等的 生日的話是今天 欸不對 大家看到應該是昨天才對 那所有創帳號階段都跟剛開始玩的時候一樣 反正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完全的新人在創帳號就對了 那麼到島上之後呢 這個新人一樣會有一個帳篷開始 差別最大的啊就是啊 你會發現他們在講的是歡迎你到原本的這座島嶼來 所以上來之後呢會有主帳號 就是你原本帳號在玩的 那一些設施拉包括進度都會在裡面 等於是你是新加入一個島民一個居民的感覺而已 也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帳篷喔 所以我在想啦如果是四個人全滿的狀態在玩這款遊戲喔 哇這個島嶼上面應該會直接變很熱鬧才是 因為以目前為止啊我們要蓋三個居民請 無人島上的其他居民過來居住喔 就已經會讓島稍微豐富一點 那現在呢如果說有四個玩家的話 相信整個島上要蓋的那個房子啊帳篷啊應該就會多很多位置 那麼我們一樣會拿到一隻新的專屬手機 是給這個新角色來使用的 但手機上面會多了一個APP 就是召集居民這個功能啊 接著呢我們就來切回主帳號 哇這邊的廣播訊息呢已經跟其他角色的資訊連結起來了 因為呢我剛才在設定另外一個角色啊 是把它設定成4月1號生日 所以在廣播當中呢也有提到 妹妹的生日到了 那妹妹生日不是4月1號啦 主要是因為我今天在拍片的時間喔 是4月1號當天所以我就直接取了今天的這個日期 那也看到廣播中有提到復活節的相關訊息 欸等等我的服務處怎麼好像要暫停開啟一天了 等等要先去刷刷東西還一下債務 接著再進來之後呢就會接到電話 我們的手機呢也會多了一個APP 一樣是召集居民這個功能啊 應該就是在同一個主機上面呢 只要有設定兩個角色以上這個APP就會直接出現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就來使用一下召集居民這個功能看看 首先他是把這個模式呢取名叫做派對模式 但是我覺得可以叫做一起干模式之類的 好像比較貼切一點 沒有啦當然是一起享受無人島的悠閒生活模式 好不好這樣聽起來好像比較高級 那這邊呢最多是可以召喚同主機的其他三個玩家一起玩 加上自己也就是四個人 準備好Joycon或者是Pro手把就可以來選人加入遊戲了 那麼進來之後呢只會有一個隊長 其他角色呢全部都會是以隊員的身份存在 他的概念呢我覺得有點像帶分身的感覺 就跟以前在玩網路遊戲一樣 有一些人會背第二個角色 可以幫忙帶一些補充用的道具啊 什麼水啦然後什麼捲軸啦 也可以在角色負重過頭 撿到道具又沒辦法撿起來的時候啊 把一些東西丟在第一個角色身上喔 有一點像是第二個行動倉庫的感覺 也有點像是他還可以做一點半輔助的角色 那在動身裡面第二個角色啊 其實他可以幫忙挖地砍樹 搖樹 釣魚移動家具等等 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差別比較大就是不能使用聊天功能跟手機的功能 因為這些功能呢都是屬於隊長專屬 而且隊員拿到的東西呢是會全部放回服務處的回收箱 所以只要是隊員在撿東西 你會發現他拿起來之後就會 不見了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要回到一開始的那個帳篷裡面 不是我們的帳篷喔 是一開始我們去找那個離客的帳篷裡面 在那邊的左下角有一個回收箱 裡面呢就會裝入隊員所放進來的所有的道具 只要隊員撿就會把東西直接傳到這邊來 另外那個回收箱其實也可以當成一個傳送道具用 的位置 因為呢我們只要把它存在裡面 不管哪一個帳號登錄之後 其實都可以從這邊來取出東西 當然就地上也是可以 因為道具呢在地上也是不會不見的 然後再來就是隊員啊 他也是可以使用表情在裡面跟大家一起互動 加上這個說明欄還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按SL跟SR呢可以做一個表情 代表使用一隻Joey Count就可以操作一個角色囉 我自己呢有稍微跟老婆大人測試一下兩個人玩起來的感覺 因為隊長跟隊員喔是沒有辦法直接傳送道具的 所以在遊戲中呢也是有提供隨時可以交接隊長的功能 在這個功能欄裡面一樣是回到召集居民的地方去 他就會問你說你要交接隊長啦 或者是要結束兩個人一起玩的狀態 甚至是結束遊戲或者是看其他人的護照都是ok的 我是有把道具丟在地上然後再換隊長來撿道具使用 這個樣子是ok的 當然如果換完隊長之後啊 用該隊長自己的素材去製作道具呢 再來換隊長 然後當一個隊員使用也是ok 欸這樣講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隊長隊員隊長隊員反正就是可以交錯的使用都ok 總而言之這個模式玩起來呢就是以隊長為主 隊員為服 這句好像有點廢但是就是實話一句 畫面的視角呢會依照隊長為主 不管是誰跑落隊或者是跑到畫面以外呢 都會被傳回隊長旁邊 所有隊員撿的東西呢就剛才所說的都會進倉庫嘛 那我覺得有幾種方式可以來評分一下東西啦 因為如果你有一些素材是大家自己會製作到用到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撿一撿放在倉庫裡面 等到需要的人上線之後 用單人登錄啦或者是當隊長的時候再去領取 這樣子呢就可以在一個人玩的時候呢 來製作自己需要的東西 那因為這是兩個人或多人一起玩啦 主要還是跟著隊長一起跑吧 所以大家也要思考一下 怎麼做會比較好一點 就像是單純如果是跑來跑去的釣魚的話 有時候呢可能就會覺得釣魚點只有一隻魚 畫面中也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沒得釣的人呢就會稍微無聊一點點 要等大家一起來行動 再來就是因為這座島啊是大家所共同擁有的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什麼抓蝴蝶 昆蟲釣魚之類的 會不會在島上呢 要再跟這個博物館交差的時候 有點麻煩要來交換 因為大家交差的位置呢都是同一間的博物館 只要你是在同一台主機裡面玩的島嶼呢都會是同一個島嶼 所以你發展出來那些公共設施啊 是大家會一起共用的 主要就是在素材的部分 可能像是一些木材木頭等等的 或石頭啦 礦物等等的 你為了要製作自己的一些工具之類的 必須得留在自己的帳號身上 這樣子呢在另外一些角色沒有登錄的時候 你也可以自己用自己的角色 來製作這些工具使用 這樣子在單人進行遊戲的狀況之下呢 才會比較OK一點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有什麼素材想要拿別人的也是OK 因為你只要開啟兩個人的模式把另外一個人召喚出來啊 欸就可以跟他拿東西了 最後呢就是一個我自己還蠻好奇 然後大家也有人問過我的問題 如果兩個人同時在同一台主機上玩的島嶼呢 有沒有辦法用飛機的方式 讓別人來自己的島嶼一起參與遊戲 這一點呢我有特別測試了一下 不管你是要去別人的島嶼 或者是要讓別人來自己的島嶼喔 你要去開放島嶼給人家參觀啦 機場的工作人員都會跟你說 只要是沒有解除到單人遊戲的狀況之下 這一些功能呢會是全部關閉的 所以呢這個狀態 基本上跟大家簡單的解釋一下 就是你在玩這一個遊戲啊 想要跟別人連線互相去參觀對方的島嶼 或者是讓對方讓朋友來參觀自己的島嶼呢 就是要使用有NSO服務的那個帳號角色登錄 因為呢你沒有NSO你是沒有辦法跟大家登錄的 那如果你沒有NSO連到有NSO的帳號一起去玩呢 也是沒有辦法開放島嶼或者是飛到別人那邊去參觀島嶼的 這一點呢大家可能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並不會因為說在主機裡面呢你可以使用多個帳號 然後就可以開放到其他人一起來參觀 這邊都是沒有辦法的喔 沒有辦法使用的喔 再三提醒一下 OK那麼關於飛機要飛到別人的島嶼 或者是讓別人飛來自己的島嶼呢 這一點是有蠻多人跟我問過的 那也經過這一次的實測之下 真的發現到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另外呢就是剛才在影片呢有提到說 復活節的部分 剛好是從4月1號開始 拍攝影片今天是4月1號啦 那上片呢可能是4月2號或4月3號大家才會看到 不過呢在這個時段裡面 復活節的活動都是有在進行的 他總共會從4月1號到4月12號之間呢在進行這個活動 活動的內容呢總共會一個復活節兔 蹦蹦吧好像叫蹦蹦 然後他會出現在你的島上跟你對話 再來呢就是他會在島上呢放下很多地方 都會有復活節彈這種東西 你只要去把它弄出來之後 不管是搖樹啦還是挖地板好像都可以挖到 然後呢就可以來做一些復活節的專屬家具 這段時期當中啊大家都可以來收集一下這個復活節的活動 用一些專屬道具專屬家具專屬的物品 也剛好在這個連假之間呢可以好好的來收集一下啦 好不好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啦 掰